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日前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接连爆料民进党政治人物与岛内涉黑人员有所往来 让黑金政治成为台媒热议的话题 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近日接连爆料多起民进党官员进入高档餐厅会所的视频 包括今年5月 蔡英文的亲信洪耀福 徐国勇 以及内湖警察部门负责人王炳瑞等人 在一家高档私储用餐 徐巧新称 这家餐厅不仅价格高而且难定 怀疑是经营地下会对洗钱的富商帮忙定位并买单 第二张图是台湾警察大学校长陈哲文 与黑道人物一同进入会所 而该会所也是同意富商经营 背后也和洗钱案有关 此外 民进党当局前政策顾问黄成国 也被拍到和黑道人物进入同一场所 而黄成国否认两人会面 第三张图则是正在参选台北市长的前 卫福部门负责人陈时中出席最低消费金额 高达8万元新台币的高档餐厅 并在酒后做出不当行为 台湾媒体认为 关于民进党政治人物的爆料接连出现 可能是因为该富商因洗钱罪被调查 刻意报复民进党 台湾的黑金政治由来已久 甚至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从李登辉时期 黑道势力就开始参政洗白 发展到今天呢 黑白两道早已经是剪不断里还乱 近期台北高雄等地陆续有 射黑射枪的暴力案件发生 而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人物呢 也被爆出与黑道势力有所往来 加重了台湾社会的担忧 有媒体评论认为 台湾的黑金政治早已经是病入膏肓 不只是喊几句口号 或者是出台几项政策就能够治好的 况且民进党当局呢 是大搞双标 只针对敌对势力 眼前的黑已经不是黑 让反黑金也沦为了一句笑话 以上是总台记者发自台北的综合报道 民进党近期在多个场合 大肆炒作抗中保台 企图拉抬其低迷的支持率 遭到党内各界的批评 台湾舆论认为 民进党不顾台湾百姓安全 胡作非为 让台湾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如今抗中保台牌失效 台湾民众已经看清 只有两岸和平才能报台湾 台湾中国时报14号报道称 绿营政治人物近期一系列争议行为 导致民进党支持度持续低迷 为提振民意 蔡英文在多个场合 鼓噪所谓抗中保台 陈时中宣称 所谓抗中保台是基本方向 希望借此稳固深绿基本盘 对此国民党文川会主委 洪孟凯怒批 民进党没有任何政绩 能够激起民众热心 只能打所谓抗中保台恐吓民众 但台湾民众眼睛是血亮的 不会再被民进党操弄 针对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认为 在他任内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如今台湾却成了国际社会眼中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如此变化 都是民进党不当的两岸政策导致 两岸关系紧张 民进党却从不检讨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则表示 台湾民众已经看清民进党 完全不顾百姓生命安全 胡作非为 一味以美谋独 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刺猬道武器库 这种种行为致台湾民众生命于何故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台湾TVBS电视台报道称 台湾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 物价狂涨 薪水不涨 上班族或将面临资产减损 开支增加 而被视作岛内重要经济支柱的电子产业 也受到波及 台湾劳动事务主管部门 此前统计的信息显示 无薪价已蔓延至新竹和南部科学园区 而且部分制造业者正与劳工协商延续无薪价 在台湾明年经济不看好 又可能持续加息的情况下 上班族的经济压力恐怕将有增无减 主要的还是受到了整个黑天鹅效应 也就是说地缘政治 疫情等等的非经济因素 然后所产生的一些共办效应 通货膨胀 导致了终端需求急速的一个下降 我们的厂商 电子厂商 在今年大概是第二次以后 就慢慢发现整个景气开始变得风向 所以上半年看起来还好 到了下半年电单就瞬间消失 台湾中时电子报发表评论称 台湾生产总值增长主要由外销贡献 过去几个月经济下挫 不仅让科技业景气不在 股市 房市也均受影响 民进党当局虽花费数千亿新台币 也无助于产业再升级 与民众实质生活改善 民进党打出反黑金口号 但枪声从南到北却不时相亲 民进党警政高官与黑道密会的消息 更令台湾舆论哗然 台湾到底有多少黑帮 民进党又是如何与黑道人物交换利益的 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 民进党呈黑帮靠山 愚弄民众到何时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恋案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民进党当局最近多次表示要开展扫黑行动 但是枪声却从南到北不时响起 近期高雄一个月内已经发生多起枪击案 而台北的枪击案 更令台湾黑帮纠纷重新扶上台面 台湾到底有多少黑帮 民进党当局又是怎样以黑辅证 愚弄台湾民众的 就这样一些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有平先生 北京本台评论员张斌先生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李洪敬好 台北的郑教授好 全球的样式观众大家好 近一段时间之内 岛内的枪击案此起彼伏 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台湾联合报日前刊登社论 分析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正黑合体 如何俯视台湾根基 文章认为 民进党最近打出所谓反黑金的口号 与此同时 外界却频频传出 民进党派系内重要人物 和警政官员与黑道筹坐的消息 从绿营高层 官员与帮派老大的交往 到警察大学校长与地方帮派的艳影 掌权者与黑道的距离如此之近 也难怪当局所谓的扫黑 诉枪 打炸 全部流于口号 黑 枪 炸的犯罪从未消失 高雄在一个月之内 已经发生了多起枪击案 为什么履禁不止 为什么还会有枪击案爆发 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苏贞昌11月9号才在治安会议上夸口 声称岛内治安在民进党行政团队的努力下 满意度获得提升 偏偏呢 现在台湾的黑道日益张狂 近来各地频频爆出重大的枪击案件 让民进党相当难堪 台湾表面上有严格的管制枪支条例 但是在蔡英文执政期间 却不断地听见枪声迟起笔落 譬如高雄市今年已经发生了多起的枪击案 三月份在高雄因为汽车买卖纠纷 引起了枪击案 八月份在高雄的三明区高一的后整大厅里 因为私人恩怨引发了枪击案 十月份在高雄前京区因为债务纠纷 而发生了大力百货公司前的枪击案 再到十一月八日 在高雄大辽因为黑道谈判破局 在街头追逐造成连开十五枪的枪击案 隔天在台南地区也发生了歹徒持冲锋枪 在民进党中指委的工厂 及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的总部 八分钟扫射了八十八枪之后呢 扬长而去 其实从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湾的枪击案一直不断地在增加 光是2021年就出现了一百起的枪击案 平均每三点六五天就会发生一起枪击案 照常理来说 台湾的枪支管制是非常严格的 连玩具枪都被列入管制范围之内 但是枪击案还是层出不穷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台湾在一连串的枪支管制措施之下 还是压不住黑道的仓皇呢 首先 民进党虽然口头上表示 要严格控管枪支在民间的流动 但是呢 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 在源头管理是非常的宽松 走私 网路贩卖枪支 根本从未间断过 民进党却是视而不见 另外一方面 即便台湾民众高达八成 仍然支持保留死刑 民进党却坚持要废除死刑 那么即便死刑 目前形式上是保留的 但是却还有多起的案件 尚未真正的处刑 在犯罪成本降低的时候 犯罪行为跟着升高 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而民进党之所以对这些行为 视而不见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台湾 长期以来从未消失的黑金政治 民进党为了要巩固政权 不断的拉拢黑道跟地方派系 掌权者跟黑道根本就是一家亲 当台湾的警察大学校长 都会跟黑帮成员一起前往招待所 寻欢作乐 那这更曝露出来 台湾警政黑一家的这个事实 绿营的白道政客 替黑道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保护伞 这就难怪民进党当局的 扫黑 竖枪 打炸 全部都流于口号 除了刚才您介绍的高雄之外 在台北万华区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而且是一死四伤 伤者还包含一名警察 这是不是过于嚣张了 这起案件发生在10月19号的晚上7点多 当时台湾一个叫万国帮的 帮派的一个元老叫邱国龙 他因为在其他事件中 跟这个帮派产生了相应的一些纠纷 那么中间又请帮派的一些大佬 进行协调 为国最终是怀恨在心 所以当时他是跑到台北的一个大楼里面 对着相应其他帮派的成员进行射击 大概打了十多枪 之后又跑到了万华区 万华区有个青山宫 那么朝这个万华区青山宫的 一个许姓的副主委又连开三枪 之后把他的许姓的副主委的妻子 儿子包括一些亲戚等等四个人 然后挟持放下铁门 跟警方对峙 在这个过程中又连开十枪 其中造成一名警察的受伤 最后他是持枪就是自杀了 这个案件其实引起了台北市民的广泛的一个关注 为什么呢 一个台北这个城市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城市 发生如此恶性的枪击案 那么当然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另外在万华区比较热闹的这样一个地区等等 有如此恶性的案件 再加上频繁发生枪击案 那么让台湾的民众对此就更加的紧张 同时也质问民进党当局 为什么台湾包括台北在内 都会发生这么多的枪击案 在这一段时间频繁爆出 我们看到台湾的整体的刑事案件数量 就以最近的这四个月 五六七八这四个月 我们看到它的刑事案件的这个发生比率大幅上升 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最高达到40%多的增长幅度 那可见现在台湾岛内这个枪击案 包括相应的刑事案件的这个增长 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了 那这个社会问题怎么造成的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郑有平教授所说的 高雄的一些枪击案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南投的枪击案 包括这个台南的警察被隔喉的 等等这些恶行案件 很多人就问台湾社会到底怎么了 其实这种枪击案的背后 折射出很多台湾当下的社会问题 这种社会问题呢 既有过去历史遗留的问题 比如说台湾过去黑帮盛行 黑金肆虐等等 那么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 这个问题从李登辉执政到陈水扁到蔡英文 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民进党当局对于这些黑道势力 对于相应的这种黑道的组织 进行放纵 甚至利用 也就我们常说的蛇鼠一窝 其实恰恰是造成了台湾 包括台北 当下这种刑事案件高发 枪击案频出的一个根本原因 看来在岛内黑帮林立呢 已经是由来已久 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 频繁的爆发枪击案 似乎跟民进党管理不当有关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民进党即使是处理 即使是扫黑 也是针对特定的帮派 为什么是有针对性的 而不是全面性的 民进党口口声声 喊着要打击黑金 但是事实上 从2021年的松山之乱 北投之乱 到今天爆出略营高层 与中央的官员 明代还有帮派大佬的交往 以及警察大学校长 居然跟地方角头引验 从这一些 这个黑道政客警察 三股力量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甚至是从黑白两道的冲突 演变到民进党 党内的派系内斗 再再都显示出 民进党当局跟黑道帮派 根本就是狼狈为奸 讽刺的是 警政单位 尤其是各地的警察局长 居然跟黑道帮派关系密切 这样是要怎么扫黑呢 民进党多次向黑道宣战 扫黑却总是只锁定那一些 还没有归顺民进党的特定帮派 那还有呢 他们会针对国民党执政的 县市开刀 然后再用绿营的新闻媒体 来渲染抹黑中国国民党 比如天道盟跟民进党 可以说是铁杆的盟友 蔡英文的政策顾问 黄成国之前就是天道盟文商会的会长 连领导人都可以跟黑道大哥称兄道弟 那么下面的官员当然懂得看风向办事了 更何况黄成国这一位黑道大佬 现在还是蔡英文身边的红人 难怪有很多的高阶警官呢 会集体到黄成国家中 替黄过世的父亲呢 折紫莲花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宜兰的江冲渊也被指控 与他的好兄弟前黑道分子林志勇 在宜兰市公所拿到了很多的标案 那么基隆市的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也被指控跟天道盟的关系匪浅 就连管理警察的内政部门负责人徐国勇 也会跟黑道一起应酬 我们只能说 民进党从上到下 都是绿营与黑道联手自台 在帮派参与自台之下 民进党当局怎么可能跟黑道划清界线呢 这么就算是要扫黑 也只能扫到敌对的帮派 或者是只针对 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帮派团体 近期台湾民间公益揭闭组织公布数据 全台现任总共885名县市议员中 有前科记录的高达136人 犯罪前科比率高达15% 台湾的黑道问题因此再次受到聚焦 蔡英文当局也宣布启动全台扫黑行动 但舆论质疑 黑老大早都挤进权力核心 蔡英文长期以黑辅证 扫黑行动恐怕只是做作样子 根本达不到除恶目标 有台妹披露 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科建明是黑道从政的典型 从1992年首次当选第二届民意代表 至今连任九届从未间断过 本届民意代表职务还可干到2024年 无论是在陈水扁时期 还是在蔡英文任内 科建明长期担任党团总照 早早提升民进党权力核心 作为大党编 科建明是民进党政策的最主要主导者之一 也是陈水扁和蔡英文的重要幕僚 在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呢 说明了在岛内的县市议员当中 有136人是有犯罪前科的 这个比例呢 竟然达到了15% 那这是不是从某一个侧面验证了 民进党是以黑辅证这样一个事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高的比例 应该说我们看到台湾的这种 黑道和相关的当局的一个勾结 可以说是所罕见的 从李登辉执政开始这个相应的这些黑道介入啊 然后一直到这个陈水扁时期 包括到现在蔡英文时期 这个问题没解决啊 蔡英文身边的很多的重要人物 可以说他的这个这个过去的历史啊 跟这个黑帮密切的相连 你比如我们现在比较熟悉这个民进党的党团的总召 总召集人柯建明 我们把他称为民进党的大党编 柯建明身后就具有很浓厚的黑帮色彩 现在在台湾 你知道过去有竹联帮啊 四海帮天道盟等等 据说能够同时叫得动这几大帮派的 只有柯建明一个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 现在却是民进党党团的 在立法部门党团的总召集人 而且他不但是总召集人 还是蔡英文的亲信 很多的政策制定都是出自他之手 从1992年柯建明担任台湾的民意代表 那是第二件啊 选的民意代表 从92年开始 你算算到今天 这阶的任期到2024年 2024从1992到2024 32年的民意代表 长期处在这种能够起到决策作用的地位上 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人 他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么大呢 一定背后是有缘故的 所以你看这个台湾民党当局啊 他的组织结构啊 就是充满了这样的一种 这种黑白两道勾结 黑白混淆的这种色彩 他的这种 不管是选这个民进党的主席 还是中常委 还是中评委 因为涉及到你自己的权利 涉及到你的人脉 涉及到支持你的人数 所以你看 一到这个时候 这些有黑色背景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的能量就可以得到一个极大的展现 那么这些人头就成了民进党当局 支持自己的基本盘 不管是党内的选举 还是在外部的选举中 还是在对对手的攻击中 这些黑道人物都能起到巨大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来看 柯建明也好 黄成国也好 从黑帮起家 最终经过一系列的运作 洗白 进入到民进党的核心圈 甚至成为了能够左右台湾具体政策的 关键性的人物 这里面其实凸显了台湾政坛的乱象 以及民进党当局这种黑白部分 黑白混淆的这样一种整体的政治状态 如果说黑帮人物已经进入了权力核心的话 那么黑帮的犯罪分子进行恶性事件的犯罪之后 得到庇护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民进党这么多年跟黑帮的人物 是如何共生的呢 在1990年代 李登辉执政时 他曾经极力地拉拢财团 地方派系 把黑道的势力 引进当时的国民党选举动员的系统 跟非主流的派系呢 展开斗争 起初黑道背景的人士 只是李登辉保驾护航的配角 但是当他们熟悉了整套选战斗员的模式之后呢 长期抬轿子的人 也会想要做轿子 尤其是在黑道漂白的诱惑之下 台湾开始出现 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 顺利地进入了各级民意机关 李登辉也因此被冠上了黑金教父之名 到了陈水扁 他更把李登辉的黑金政治发扬光大 陈水扁打造了绿色执政党的政商关系 他热烈地拥抱 清绿财团跟黑道势力 在苏贞昌担任民进党党主席之后呢 民进党依然是靠招降纳畔 来壮大兵马跟粮朝 2013年 民进党就出现过黑道集体入党的奇怪现象 当民进党重返执政 并且一党独大之后呢 那么在蔡英文的眼中 这些承诺啊 都是过往云烟 蔡英文亦步亦趋地走向了黑金教父李登辉的老路 民进党以政治意识形态挂帅 只问立场不管出身 只想利用黑道势力来巩固他自己的政治权利 蔡英文所主导的民进党当局 居然变成是一个黑绿豪门政权呢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每逢选战 一定会打终结黑金牌 但是喊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奏效 这其实不是因为黑金势力的强大 而是在绿营执政当局的避应之下 黑金跟地方派系结合 化身成台湾是警政黑一家 这个真的是让民众痛心疾首 不止惊觉到黑帮势力不断地破坏台湾的社会秩序 更凸显出来他们跟民进党挂钩之声啊 身兼民进党党主席的蔡英文一度致歉 但是每一次都是指在事件风头上 用空洞话语来愚弄民众 台面下绿黑勾结却是无休无止 那么我们记得之前的蔡英文曾经在公开场合宣示过 要展开扫黑行动 那现在如果按照大众评判心理来看 你发生了这么事件 你的扫黑行动落实了吗 台湾民众啊 对于民进党当局这种所谓扫黑啊等等啊 应该说是根本不可能相信的 为什么呢 它基于两个原因啊 一个原因就是呢 台湾这些黑道人物啊 跟这个政治人物啊 勾结的年深日久 已经形成了一种叫共生关系了 这种共生关系对双方是有的极大利好的 所以双方之间啊 这种利益纠葛啊 深度纠缠一起的时候 你说你扫黑也好 你说你什么绝不允许这个黑道染指 民进党也好 那就全变成了一系列空话 这是第一个因素啊 就这种黑金政治也好 还是这种民进党跟黑道的勾结 已经形成了台湾一个非常独特的 怪异的扭曲的政治生态 那么这种政治生态下 你想说让他偏心关系 是不可能的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 连警方的重要人物 都跟这些黑道一起喝酒 一起把酒言欢 那你想想台湾民众看到这样的事情 怎么相信你民进党 所谓的要维护什么社会安全网啊 要怎么维护社会治安啊 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 要防止刑事案件高发 他肯定不相信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我们看到台湾岛内啊 不管是从经济 还是从社会 还是从民生 还是从两岸关系 都出现了巨大的一个翻转 经济经济提振乏力 老百姓没有任何的获得感 那么现在连安全感也没有了 没有追求看不见前途的时候 那么自然嘛 一些人可能要转行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 要捞偏门去了 要走另外一条道路 那么一些年轻人加入黑道组织等等 或者从事一些违法犯罪的事件 在台湾频频出现 我觉得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呢 打着所谓爱台湾的旗号 妄图将金权政治合理化 而在一次次的选举过程当中 民进党所进行的各种肮脏的金权交易 更成了如今台湾政坛上一些受贿 所贿等贪腐弊案爆发的根源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台湾的司法 经济等各个层面 腐蚀了台湾的根基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李红 谢谢郑教授 观众朋友 大家再会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